无尽的黑暗 东华在这样的黑暗里缓缓下沉 像羽毛 像落叶 也像微尘 他还无法找到完整的意识 只是每次醒来的片刻始终在下沉 下沉 他不知究竟要沉到哪里去 黑暗中没有时间与空间 不知今夕何夕 不知身在何地 仿佛唯有下沉才是归宿 这种感觉并不陌生 最早是在化生前 他于天地初开的三清支器中逐渐有了意识 伸展开陌生的肢体 接触到异样的世界 快要降世时便是这么懵懂着不停下沉 似乎是从很高很高的穹顶之上 见次落到地面 他睁开眼 见到的是灰蒙蒙天空下一片荒芜的碧海苍林 接着是在年幼时 他同碧海苍林周围的仙魔妖兽争夺食物与生机 一次次遍体鳞伤中挣扎着跳进鳞泉 泉水荡漾 他也是这么恍惚着从血色浸染的水面不停下沉 他睁开眼 见到的是闪耀着微光的泉水在头顶聚拢 从未有过父母的他觉得如此被包裹着有些暖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无机会体尝这种原子内心的沉淀 那是以为是因为长大了 修为高深了 学得无悲无喜 不称不愿 心无怪爱 于是便有人说 嗜酒助心已达专注一去 现在想来尾时有些可笑 心无一物与心有所守幼怎能一样 再次体验到夏沉是在碧海苍林中与鸟落大战之后 他带着对使命的觉悟与对凤酒的不舍奔赴那个结局 于佛灵花雨中不停下沉 心中却有万千计划雨不甘 他睁开眼 以碧海苍林的身后先则为后盾 因上了万天罗之的九天玄雷 才终于延续了与凤酒的不解之缘 黑暗不一定是危机 夏沉也不一定是沉沦 也许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有一日他清醒的时间长了些 夏沉中他感受到了来自深厚的一束光 他无法转身去看 只觉得自己的光越来越近 连视野也映出一片亮白 明暗轮转竟有些虚幻 既来之则安之 他静静地穿过一片明亮 又静静地看着那片明亮 慢慢成为怪于视野上方的一个亮点 那是一扇门 东华等待着即将出现的一幕 一个似曾相识的苍老而沉静的声音 在他四周响起 辱何复来 东华心想这是认出自己了 道也不隐瞒 诚心道 无不知 那声音画风一转 何为知 何为不知 方生方死 方可方不可 方之方不知 是一笔也 笔一是也 东华有心打了个疾风 巧辩 知之为之之 不知为不知 是非无穷 莫若以名 今次这声音倒有了些生气 又道 既已修心 何故报残首缺 执着一念 东华反问 何为残 何为缺 反无成与悔 复通为一 那声音流露几分赞赏 不错 回答者之通为一 又问 以辱之见 何以修心 冲淡平和 宁静志远是修心 辗转魔力 通达大道义是修心 与其必是远顿 勿使染缠癌 不若披甘利胆 明见破是非 圣人和是非而修乎天君 以出世心修入世道 以道疏破万劫 何如 东华达得十分坚定 那声音沉吟了片刻道 虽万难而不破 虽百折而不回 虽万难不破 虽百折不回 那声音转眼又道 何为正邪 正邪有定乎 应而生畏之正 应结而生畏之邪 内便于性 外何于义 群里而动 不细于物者 正气也 重于滋味 阴日生涩 发于喜怒 不顾后患者 邪气也 正邪五令 阴阳消长 皆应于天道 六界众生 五足云云 或有清明灵秀 或有残忍乖痞 正气之所负 邪气之所禀 不以足分 不以人定 守正者皆可预知 邪邪者皆可踏之 那声音又抛出个问题 大道横长 死生无常 何解 死生 命也 夜旦之常 天也 成天地之正 欲六气之便 争天年而不费 何须解 那声音哗哗一笑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小儿略有敬意 妄辱铭记今日之心 东华原以为 与那声音的对话 道此极为收尾 谁知片刻之后 那声音幽默地补了一句 大成若缺 大银若冲 俘获相依 熟知其极 之后 四周彻底恢复了宁记 一番思辨之后 东华道觉得清明不少 两次在似梦非梦时 有同样的境遇 因非偶然 那个声音虽未多说 却自自真言 对他内心深处的问题 给出了点拨 他心中感佩 对其身份也隐约有些猜想 他问什么是修心 什么是正邪 什么是生死 又问能否忍受痛苦魔折 实则是点出 求道之路的恒常与莫测 恒常的是艰难 莫测的是机遇 无论是凡人 先者或是他这所谓的尊神 与大道而言都只是沧海一宿 求道 不能只求安逸 超脱 悟道 也不能只靠指上谈兵 凤九当日曾问 为何从前成天打的杀杀 后来佛里还袭得通透 其实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打杀只是行 行不是重点 重点是以什么心来预行 正如他与那个声音所说 大道对于通达者来说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是 万事万物在变 而大道不变 大道的形式会变 但大道的实质永存 比如渺落与积横 虽则是不同的人来挑起争端 但对于大道而言都是代表劫难的一方 时光推远到某处 正邪肖长到哪里 自有笔是该因的结 该成的果 不是他们也会是别人 是与非 黑与白 词与笔 自始至终都存在 无论是先是摩世人 是要并无区别 有见于此 从远古洪荒里走来的东华始终觉得 力量才是锤炼心智的良方 对修为是 对成长也是 在一次次自问与他问中趣味存真 方能坚守本心 原容通达 而说到感情 他虽希望与小白过上平淡和暖的日子 却也知道等待他们的从来不是坦途 天道与天命 给了他很多 让他承载了很多 也让他失去了很多 然而 从最初天命所说的无缘辗转走到今日 千回百折之后 他与小白羁绊日深 即便各自伤痕累累 他仍难养欢喜 所谓天命并非一成不变 所谓无缘也早已变了模样 小白虽想 却与他心意相通 携手与共 如今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能平淡的安享和乐固然好 但要历经岁月淬炼后的平淡 才是他所追求的真 才是他想印证的道 死生气阔 与子诚说 艰难险阻他不怕 大不了披荆斩棘 砥砺前行 他只想抓住彼此的每分每刻 成就最好的点点滴滴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为了这句话 他还要努力与小白团聚 这才是现象最重要的事 离开那个声音 东华又在无尽的黑暗中下沉了许久 近来黑暗中漫上了淡淡的迷雾 迷雾深处隐约有了些光点 光点灵星坠在黑幕中明灭闪耀 像极了银灰溢溢的天河 他有预感 转机也许即将到来 一日 他醒来后发现周遭突然亮了许多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从黑暗中投入到一片白光里 光线朦胧柔和 一样的分不清上下左右 却有些细微的声音传来 他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 凤酒的声音 他心似春雨的嗓音轻言细语 正在同谁说话 小家伙 怎么又趴到傅君身上去了 你这么压在傅君胸口 他该难受了 细热的声音应答道 音音 音音 哦 你说傅君身上了 给他五五呀 真乖 不过 咱们别压在傅君胸口好不好 你这么重 凤酒依旧轻声说道 音音音 小小的声音似乎有些不满 还说自己不重 看看是谁吃成了小圆球呀 滚滚哥哥小时候都没有这么圆 凤酒的声音中带着些笑意 音 怎么 生气了 好了好了 娘亲不说了 要不 来给傅君五五手吧 凤酒柔声提议 原来是小狐狸和小小狐狸 东华微笑着细听 圆圆的小毛团啊 可惜他并没有感觉到小小狐狸的重量与温度 不能亲手摸一摸让他很是遗憾 再一次醒来 还是在那片白光里 看来却是有了些变化 这次是另一个人的脚步声 四成稳又似轻巧 从不远处行来 慢慢停到他身前 那人梁九方说 傅君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九九很想念你 滚滚和妹妹也是 原来是滚滚 他声音中带着担忧 这么久了 傅君的伤还没好 九九和我都很担心 滚滚不想失去傅君 滚滚不要宝剑了 只要傅君快点醒过来 他嘻嘻酥酥的不知在做什么 在开口时略有些哽咽 九九说滚滚已经是男子汉了 不应该哭 傅君放心 滚滚会练好本领保护 好九九和妹妹的 东华可以想象小小少年望着 他心事重重又努力振作的模样 他很想摸摸滚滚的脑袋 安慰儿子两句 让他不必忧虑 但是无法 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躯体 隔了一阵 他终于又听到了凤九的声音 这次他似乎是一个人 他的嗓音不似 与小家伙对话时的轻快 倒是略带轻仇 公华 你还要睡到什么时候 上次是我不好 嗨你等了许久 这次换我来等你可好 可是 我只让你等了几个月 你却让我等了好几年 他轻轻地抽着鼻子 女儿很好 他可喜欢来陪你了 每次都偷偷趴在你身上 是不是他还记得父亲怀中的温暖 让你和女儿受苦了 对不起 他又更惆怅地说 东华 我想你了 你在抱抱我 我想你在抱抱我 是不是亲情你就能让你醒过来 可我亲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凤九在小声地啜气 东华虽未感知到其他 却觉得他的泪水就滴在自己心里 这么多时日来 他第一次感觉到痛 他的小白在伤心 他的孩子们在担忧 他却什么都不能做 这让他很无力 鸿蒙摇摇 岁月无声 拢着他的白光如潮水般涨落 他在一次次清醒中听到了更多的声音 有时那声音尽得四指隔着一扇门 推开门就能迎上一时三天的朗朗清空 拥著富裕柔软的心上之人 然而 就是这咫尺去横更了天涯 到底怎样才能回去 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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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 终于 随着